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在香港住的公寓 那這個地方呢其實不大 大概整個大小加起來差不多300尺左右 不過呢我是覺得我還蠻興趣住在這個地方 因為我住起來都覺得很開心 你喜歡嗎? 喜歡 先跟大家簡單介紹一下就是我的公寓 它是在香港島 然後也是在港島線上 所以其實離我工作的地方跟不管去哪裡都算是很方便 附近的生活機也算還OK 就是有超市啊 然後有菜市場啊 有麥當勞啊 附近還有share tea 天人啊 是不是很棒 Are you ready? Yeah Let's go 那這個大門呢非常的先進 沒錯它是電子鎖 所以進出都要用一個BB卡 就是逼進來這樣 然後一進來之後呢 這邊就是有一個隱藏的鞋櫃 那你可以打開一看 我這邊除了鞋子之外 就是擺一些像置物的袋子啊 或是一些包裝紙什麼比較大型的東西 我就把它堆在這裡 大概就是這樣子 接下來呢就是這邊啦 這邊是什麼呢? 欸它就是一塊板子 它什麼都不是 我被騙了 沒錯 好 那我們現在轉到這裡來 這邊呢就是我的小廚房 那這一整塊其實都是 你有照到我嗎? 那這一整塊其實都是公寓它本身就配備好的 那首先這個 這個是什麼呢? 1 2 3 每次我就是我的冰箱空空如也 很棒 好 卡住 這什麼東西 然後這個冰箱呢要非常的小心 因為它很容易就沒有關好 沒有關好就是什麼呢? 沒錯就是電費會爆價 那這邊呢就是我從來沒有用過的 微波爐間 好像是烤箱的樣子吧 希望之後可以多多煮飯就會用到 有腦袋這樣 這邊呢就是我覺得配好 這邊呢蠻好玩的 就是它是一個水槽 但是你如果把這個板子這樣 你如果把它放下來之後 它就是一個可以在上面 就是切切菜啊 或是處理一些要煮飯前的東西 空間利用小幫手這樣 這邊呢就是一些簡單的儲具 像是熱水壺啊 然後刀子啊 which I've never used actually 哼 太瘦喘了 這個呢就是我的電子煮 截至目前為止 我只有煮過新拉麵 上面是什麼 來 大家不可以嚇到 我們要321喔 3 2 1 哇 快點哇 你要說哇 這邊有一個非常孤單 很邊緣的花生醬放在這裡 然後這邊就是一些 Cereal啊 泡麵啊 然後就是餅乾之類的東西 一些乾糧的部分 就是放在這裡 這個就沒什麼好看 裡面就是一些咖啡 茶跟泡麵的部分 我跟你們說 我覺得香港的房子啊 真的是很會利用空間 因為你看你這樣對不對 我這邊打開 它是一個內籤好的垃圾桶 Amazing 你看你這樣滑出來 它的那個門就會自動打開 收進去 它就會關起來 是不是很棒 那垃圾桶的鄰居是什麼呢 垃圾桶的鄰居就是洗衣機 再來呢 就是我選擇這些Apartment 就是其中一個最大的原因 是什麼呢 你看酒櫃耶 哈囉 那為了拍今天這支影片 我們那天還去買個酒 放在裡面 你看它裡面這樣 你可以自己就是 選擇說你要什麼溫度啊 然後 就可以儲存你的酒 你看對於一個平常很會品味生活 然後在家裡擺酒的人 是不是很棒的一個發明跟設備 耶是不是 是 然後也因為它啊 我在第一次去IKEA的時候 我連床都還沒有買 我就先買了開瓶器 除了這邊呢 打開就是一個置物空間 裡面就是放一些雜物的部分之外呢 這邊很酷 這邊這樣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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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出來 然後你把這塊板子這樣 你把它這樣擺完之後 它就是一張桌子了耶 不過因為它沒有附椅子 所以我們就另外去IKEA 買了兩張椅子 所以之後我們要吃飯 就是吃一個浪漫的燭光晚餐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這樣坐在這邊 有沒有 點個蠟燭在這裡啊 然後吃牛排啊之類的 不過啊你以為這樣就結束了嗎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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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小的空間一定是要有置物空間的嘛 所以來 下去 這邊 裡面呢就是更多的儲存空間啦 那我主要是放鍋吻瓢盆 鍋吻瓢盆 我主要是放一些鍋吻瓢盆跟工具類的東西 把它收在下面 接下來呢就是不枉我在前面四天睡的是地板 睡睡袋 首先呢就是我們的床 那你現在看到所有床類的東西都是在IKEA買的 除了這個下面的床包是在MUJI 就是無印良品買之外 其他全部都是IKEA買的 這個是標準的雙人床 因為我不是很習慣睡單人床 加上如果像我媽來啊或是一言來的時候 我們就是可以足夠兩個人睡這樣 那旁邊就是我的床頭櫃 那一言其實也有一個一模一樣的 所以他就說這個還不錯 所以我就買了 另外這是我們剛剛才從MUJI買回來的時鐘 是不是很簡約又很可愛呢 就跟我這個人一樣 Yeah 是 是 那我的衣櫃呢也是從IKEA買的 打開來呢 衣服還沒有很多啦 但是已經有一點亂了 然後我有買一個像這樣子的置物欄 你就是可以分隔的分類放這樣子 我好累 我不知道講什麼了 這邊呢是我的POLO RAID牆 大家知道如果有看過我在台灣的Room Tour 就知道我有一塊地方是放很多 就是我的回憶啊或是Memory啊什麼的 這邊呢就是我從台灣帶的一些POLO RAID放在上面 然後現在一言非常的不開心 因為我沒有把他的照片帶來 我沒有在家 希望很快我就可以把就是整個衣櫃的這一面 全部都是我的POLO RAID牆 沒海冰斗啊 哇海冰斗啊 不知道喔 那最後呢 這是我們的浴室的Session Let's go 這邊呢就是我們的浴室 其實我必須老實說 這個浴室已經比我想像中 就是香港的浴室還要大很多了 嗨 這邊呢就是我們的水槽 然後這邊打開就是有些像置物空間啊 底下拉開也是可以儲存一些像衛生紙啊 紙巾啊 毛巾等等 就像這個也是空的 所以其實這個浴室還蠻多的儲物空間這樣 再來這邊我也覺得蠻酷的 就是你這樣子拉開之後裡面是更多的儲存空間這樣 所以我很喜歡就是早上在這邊化妝的時候 然後我的化妝品都擺在這裡 所以我可以就是邊看著鏡子 邊拿化妝品 然後呢邊我的刷子 來就是上妝這樣 就是一個很順的流程這樣 最後一個地方勒 在這裡 就是我們的沐浴間 大家可以進來一下 這邊我真的覺得他的那個空間算是非常的寬裕這樣 這個他的設計呢有三種不同的出水方式 一個是從這邊下來 然後一個是從這邊噴出來 然後第三個是你可以 你可以用這個蓮蓬頭來洗澡 那你要問我喜歡哪一個嗎 有人想知道嗎? 我很喜歡這個 那陽台的部分呢 我有兩個 一個是在浴室那邊 就是很小 所以我基本上沒有來用它 那這邊呢 是稍微大一點點的 就是可以曬衣服啊 毛巾啊什麼的 以上大家看到呢 大概就是我的 apartment tour 這個不會是你在香港 能夠找到最便宜的房子 然後因為它的設備 其實也蠻好的 但是呢 它其實是在我的預算之下的 那時候我對找房子 最大的要求就是 安全 乾淨 然後方便性 剛好這一間呢 就是符合了三個所有的要素 所以 呀 然後這個地方其實還有 它自己的gym 還有它自己的就是comment area 什麼 所以其實我覺得 整體來說 生活技能都是真的很不錯 Ean你第一次看 進到這間apartment 你的感覺是什麼 很好 謝謝你今天幫我拍room tour It's no problem 以上就是今天的room tour 之後應該會出一個 就是 我在香港找房子的全紀錄這樣 不知道會在這支影片之前 還是之後上 但是沒有關係 希望大家會喜歡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給我一個thumbs up 然後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追蹤我們的instagram 然後我跟你說 Ean最近開始在做freelance photographer 耶 如果大家最近有要去大阪 然後想要找人幫你們拍照的話 可以去他的網站 我會把它放在資訊欄裡面 然後可以去book他 沒錯 大概是這樣子 那我們就 好累 我要講什麼 那我們下支影片前 拜拜 那現在呢 就是要 不要 不要 之後呢 不要再吃 是不是很棒 很棒 這個紅衣服真的是 很棒啊 根本就乾不了 要不再三次好了 大家自己看好不好 好 支持婚姻品全 耶